年代向勤态 向勤态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6月13号 我们看到远雄行贿 这个桃园巴德和一宅的弊案 在报有可能行贿高达四个高官 其中除了中央部会级的高官之外 还有明星政坛人物 台湾社会这一次真的是大开眼界 比方说叶世文 他豪宅一堆账户一堆 那这一次这个检警在追 好像他除了这一个行贿 这一个收贿之外 他还这个施压跟疏通评委 几乎也难在这个巴德和一宅当中 也变成了远雄的白手套 那台湾社会这些年来 你会发现整个从中央到地方 各个都炒作各式各样的开发案 而这一些开发案的政策 到最后就形成一个大关大摊 小关小摊的共摊结构 这个共摊结构有直接收贿 行贿直接拿现金的 也有用政策土力特定财团 特定人士的 那政策的部分呢 其中在炒作土地的部分呢 又有一个这个财税政策的加持 台湾社会你会发现 真的是这些年来所有的税改都图立特定财团 跟图立这个土地房屋的炒作 1%跟99%的贫富差距也因为这些年来的土地 跟房价的飞涨使得越来越恶化 台湾社会这个贪污共和国背后有多少 不人知的故事我们待会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这个社运人士 同时也是台湾人权促进协会的秘书王宝轩 宝轩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个是桃园航空城 这个有很多受灾户 其中听说要征地的还包含不少的学校 那桃园的这一个教育工会的理事长 彭卢宇 卢宇好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劳光代表小精灵 好 好 司法记者陈同好 大家好 好 曾经记同学 大家好 好 黄世忠同学 大家好 好 我刚刚讲台湾社会你会发现 由南到北一堆开发案 那这堆开发案 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到最后都会变成弊案 这一次远雄和一宅的行贿恐怕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导 您是平权里面确实没有问题 是谁 抱歉 真是不敢害我 方便讲 等一下没有害我设计到起来 面对媒体提问 依旧冷静面对 他是桃园县前城乡发展局长吴启明 也是巴德合一住宅的评委之一 12号以证人身份闯案导案 有没有跟蔡道授接触过吗 当然没有 所以没有跟蔡道授接触过 没有 当然没有跟蔡道授接触过 被预认请回的吴启明 强调自己从没和白手套蔡人慧接触 而蔡人慧也在经过四个小时的询问后 回到台北看守所 连续几天 赵田雄 魏春雄 叶世文 蔡人慧 遭到收押的四个人 统统被借题完一轮 检方也从几人的公辞中 将侦办触角延伸到 巴德合一宅的五名评委身上 吴启明还有前桃园县秘书长郑瑞成 前公务局长朱提之 营建署都根组组长王东勇 明川大学教授施宏敬 其中吴启明两人被移送背检附训 吴启明讯问后遭到赤回 其他三人也被连政书请回 届时如果有更多幕后高层被攻出 恐怕又会引发一场震坛的大地震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同好 我们看到 这个检方这个司法的侦办 这几天王良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远雄行贿到底包含多少 这一个相关的官员 另外一个方向是从叶士文这里 可以逮出多少的霸杂 我们刚才看到VCR里面 有三个人出来应讯的影像 你看到赵晨雄 是脸上面又没有表情 头低低的 然后叶士文也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你看得出来那个是比较 心情不是那么压抑的 可是你注意看到有一个人 就是蔡仁慧 蔡仁慧是比较轻松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这里面就是解释 这三个人跟检察官互动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像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蔡仁慧最有资格当污点证人的 那你从她的表情 你从她的神态 你可以知道说 她的心情相对是比较轻松的 那她就是跟检察官会比较有默契 那检察官属上最大的一把剑 属于要靠两个东西 一个是叶士文在被被捕以后 被搜压以后的所有的笔录 因为她要当污点证人 她这个时候的讲话是最有用的 第二个靠什么呢 就是靠这四年的跟两年的监听 你所收取到的这些物证 那这里面呢 后面就是说 好这个案子你后面怎么走 你刚才看到说 这几天几天的动作啦 比如说郑清天还有朱文宇 这里面其实有个小故事 其实他们最早要找的是郑清天 因为郑清天新木发的那一瓶装 是买在陈立林名下 也就是另外一个叶士文 帮他洗钱的 洗钱被告 郑清天很妙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检察官就在约他了 而且约了好几次 跟新木发公司联络好几次 找不到人吗 我们郑总长很奇怪 公司都转达不到 公司转达不到 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动作会让你觉得怎么样 郑清天是不是心里有鬼 第一个怀疑是这样子 还有他是不是在争取时间 他争取时间 对这个案情会不会有影响 是 那当然我相信 这个东西 你如果这个时候 才要去做什么串供的动作 你只会不小心就吃官司 那如果是毁尸灭迹呢 他一定会被监控 他一定会被监控 你等到案子发生以后 你才要去做毁尸灭迹 风险很高 就像赵成熊 你没事忽然就69箱东西 拿去把它打掉消掉 那你就会被抽到境界了 如果可以讲一句话了 这个案子不会只有巴德 这个案子不会只有巴德 我那么讲 这个案子会一按两响还是一按三响 第三响我比较没把握 那大概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可以一按两响 一按两响的第二响会在A7的部分 合一载 合一 A7的招标的部分 那个是最有机会的 福州啊其他的像这个 这个其他的地方 新竹的这种卷称 卷称透过营件署发包的改建 那个机率相对要少一点 那这也就涉及到说 检查官你在未来 你在看到动作的时候 他是怎么走的 在这个阶段一定是 你看得到会让你看到的 一定是跟巴德有关 A7或其他的部分 他不会让你看到 那这个是办案上 他必须要用我的技巧 如果这个时候 就让你看到A7或其他的地方的话 那那个灭阵会进行的更快 那这里面要讲到 为什么说灭阵阵会进行的更快 因为整个事情的发展到现在 那么讲 叶士文跟赵腾雄 他名义上是收发境界 可是呢 他们却不约而同 有一个有趣的变化 这个有趣的变化说在哪里呢 出在双方律师出来的讲话 哦 为什么这么讲 赵腾雄刚刚被搜压的时候 不是讲大家大家吗 对 然后他的律师就解除委任 等到换了一个新的律师 蔡廖章 蔡大律师 他是司法界的前辈 因为他是司法官第八期 他是资深的法官 非常资深 而且同时在远雄的关系企业里面 从这个远雄港 从这个远雄建设 到他的一些基金会 乃至于我们在讲 桃园的那个医疗园区 他都是监察人或者是董事 那你想想看 一个退下来当律师 一个法官退下来当律师 他有律师事务所 他还愿意在远雄里面 兼七八个董事长 或监察 七八个董事或监察人 所以他跟蔡仁惠类似 就是说他跟老赵的交情 绝对是非本寻常 他比蔡仁惠更重要 那我在讲说 为什么说两边忽然有些有趣的地方 蔡雕商出现之后 赵成雄的口供 很清楚的讲 他承认了1600万 他给了1600万 他也没有认A7的600万 没有 他只承认我给了1600万 这1000万我交给了蔡仁惠之后 蔡仁惠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认罪 那另外一个叶士文有没有转变 叶士文说直接承认说 有啦我收了1600万 我对不起我的长官 其他的他不承认 这表示什么 这两边很有默契的在止血 在做损害控制 所以对这个时候呢 是在共同挑战检察官 你到底有多少证据 郑老大 所以这两边很明显的 就是巴德合一宅给你人账巨货 我认 但是这个巴德合一宅以外的部分 好像都不认 我常常讲这里面涉及到是制度 更是政策 等一下我们会来谈 因为这么多人都要谈有关合一住宅 有关A7有关航空城 这个大的政策上出了问题 那我集中谈一下制度 这评委啊 你这个评委 第一个你看刚刚那几个 很多是长官跟部署 这下面的部署感 在那个权力关系之下 他真的能够独立评选吗 你说这种评选 只要有人要死坏了之后 他能够公证吗 然后你用打分数的 为什么不是公开 比如说你打人家几分 你讲理由很具体 然后那个当事人至少不服务 他可以看到东西啊 我以前在劳工局 有一个身性障碍基金 一开始也是主个委员会这样审 我就发现问题非常多 你还没有审之前 一大堆人要跟你局长约见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多了解案情 因为他怕不公正 你弄完 选完之后 一大堆意见 这个不满那个不平 然后风声风雨 你家拿出证据 拿出证据 后来我就给他改了 我就改怎么样 我给他改说 以前是一个委员会 然后找了一些专家 省得很匆忙 你有时候一天要省一二十个案子 我就给他改成说 每一个案子都单独省 怎么省呢 劳工局一个自己的负责人 我们先成立一个专家库 各个这些民间团体 先推荐名单在那里 第三 我让这个当事人自己一个人进来 三个人全部录音 讨论讨论到共事局 大家一直拼一直拼 至少所有的过程都公开 我发现从此以后没有任何意见 因为当事人可以充分的讲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制度 你希望能够好像很公正的 这个是假设基本上就有问题 因为他没有制衡 像刚刚讲 权力关系都是一群人 第二他过程是秘密 他没有被公开 没有被透明 第三你事后 有没有什么绅士制度 也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说 光这种情况是 留下非常非常多弊端 先不要讲说 这个案子 我认为这是普遍性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些学者跟专家 这几年下来像蔡仁慧 还是个很有名的行业里面 绿建筑大师 树大拇指的 我就说这个专业的伦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叶士文这个案子 我们在一边等待的过程中说 我们要来想 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这个不是换掉一个叶士文 也不是政党轮替 也不是换一个主管 你这个一定要大家来想一个 真正好有效的办法怎么样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政策 希望大家等我们多谈政策 这个政策为什么是吃人 而不是真正在帮助百姓 好我们稍休息一下 管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像请看年代 我们今天像请看台湾社会 这些年来所有的公共政策 到最后都会变成弊案 而且在弊案的发展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真的是大关大贪 小关小贪 像叶士文直接收现金算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更厉害的贪 直接用政策贪污 然后呢更厉害的政治人物 不会用自己的这个女朋友 小老婆 来开账户 来这个收现金 或者是买房子 很多政治人物 成立一大堆 莫名其妙的基金会 那些基金会 在处理房子跟现金的时候 就好用多了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导 梁东基的题 夜市文化越说越多 除了坦承从菜人会那 拿走1600万钱金 还供出确实 有在古都原位餐厅 向魏春熊所汇2600万 但对于说前后 有没有泄露底标给远熊 始终否认 只不过这全不是假关 问案重点 对登记在儿子名下 细致天下的两户房产 夜市文一点都不担心 他说就是要送给两个儿子 成家立业用的 而买房子用的钱也很正当 是拿南投老家贷款的1500万付款 但对于新装一品装 夜市文推得干净 说自己没过问也没插手 一切都由陈丽玲主导 至于夜者为何会代付500万的 头七款以及200万的装潢 他丝毫不知情 经过比对多方说 此后夜市文手头上的三块土地 只剩下细致天下 没有遭到检方查扣 看来检牙官初步认定 新装一品装 以及天母蓝亭 购买上金流 比较有问题 但细致天下 是否真如夜家所说一切合法 检方也持续调阅资料 权力领情 继续调阅章世泽 台北网报 好这个侍从 我们看到这一次 检票单位从夜市文往后追 至少现在已经浮出台面了 除了老赵被压在中山社之外 另外还约谈两个 虽然现在是正人身份 可是也都是地产大亨 朱文宇跟郑青天 都是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 第一个 他远雄建设跟远雄整个集团 大概约莫整个账上的 举债金额高达五百亿 五百亿的话 万一他真的出了什么状况 这个倒霉 大到不能倒 可能是全国的老百姓 因为他目前举债最大的 都是一些公银行库 包括土银 和库 张银 兆锋金这些 而且动辄都是三四十亿以上 如果他真的出问题的话 这个真的会有一些 比较整个营运会出问题 土银 和库 张银 兆锋金 都是公银行 公银行的钱将来导给公银行 金融重建基金的那一个 噩梦又要来了 对 那到时候还是全民承担 所以是目前的话 整个金管会事实上 也蛮注意这个问题 那他大巨蛋也是找银行 年代一百五十亿 兆锋金 所以是目前的话 整个银行团 跟这个整个远雄在密切接触 当然后面有金管会在后面 给他说你们还是要 都不要对远雄做太大规模的 这个收散的动作 另外就是林冠刚才讲到的这个寿险 寿险的话 他原本是中心人寿 后来吃下苏黎世人寿 他目前整个远雄人寿的股本 大概是一百二十几亿 那目前整个保护 大概约莫是百万人之多 那事实上这个是赵成雄非常 那保护会不会担心 对 当然会担心 因为第一个 赵成雄在运用这个寿险公司的时候 其实就有非常多争议 他怎么说呢 他这个因为寿险 是我们知道 国泰人寿当初也是 因为寿险起来之后 用国泰人寿加持这个国泰 国泰人寿加持国泰建设 甚至去买地 变成全台湾最大的地主 赵成雄也是学这一套 但是他的运用不太一样 他是用远雄人寿去买地 买地之后 他可能买下地 他再跟远雄建设合建 或是建完之后再送 那他的远雄人寿最主要获利 就是说 他可能跟远雄建设有分配的比例 分配到某一定的这个集户的住宅 我再把它卖出来 所以变成是说 其实远雄人寿 是他主要一个 劣地的一个单位 我们国内的受险的规定是这样 就是你账上可用的现金 最高投资房地产的上限是30% 但是事实上 国内的很多人寿公司 他不敢投资这么多 所以他是因为 我们知道房地产的变现 比较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去看整个 包括国泰人寿 他目前用在房地产上面 大概4%到5% 富邦人寿也大概是4%到5% 男生人寿大概是3% 可是远雄人寿用多少 14% 14%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金额 而且当初他在买 因为他很多都是 他先买之后 再卖给远雄建设 所以事实上 他有牵扯到所谓 关系人交易的这些问题 所以当初2011年 金管会曾经对他提出 提出这个罚款 而且说你一年内 不能够再买房地产 那这就被称为 是远雄人寿的条款 所以远雄人寿本身 他在营运上面 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保护 因为保护数有上来百万人之多 当然万一他出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会担心说 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更大的金融危机的状况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他是媒体的大户 媒体我们知道这几年的话 广告大户 对全三名 几乎都是他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下广告 没有他最近撤很多广告 对撤很多广告 所以呢 很多业务现在哀哀叫 少了一个大金主大咖 所以为什么他大闹不能倒 因为他真的非常的这个影响非常重大 对国内的银行 对那么多的保护 还有对国内的整个媒体的话 影响真的是非常大 好东豪补充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表 就是我们新西文做的一个表 远雄推案去年是第三名 400多亿接近500亿 而且你仔细看 新复发600多亿 所以这一次两大中标公司加起来有1000亿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远雄400多亿 他只要一滞销 他的财务一定回过来 英雄到远雄能寿 可是他最强的一点 远雄跟人家不一样在哪里 所有的保护就是他的保护伞 一今年要选举了 金管温也好 行政也好 马英九总统也好 他绝对不敢让这100万个保护 受到一点点委屈 你只要每逢选举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出事 那不能出事怎么办 拖时间 运气好 时间拖得够久 那个公司还有可能翻证 运气不好 像国华 其实国华2008年 金融海啸之前 以问题已经压堆了 他拖了20年 而且像国华这样的受险公司 在台湾至少还有五六家 真的保单不要乱买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下评看年代 我们今天下评看这些年 是一个台湾社会中大政策 你会发现到最后都变成弊案 而且这些弊案大官就大贪 小官就小贪 以何一宅来说 从中央到地方 其实都有责任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轻轻地拍拍这面水泥墙壁 这是黄世雄家的一部分 从出生到现在他都住在这儿 对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感情 原本是美丽的村落 但如今围绕他的只剩下一片头土 这一切要从四年前说起 这边当地的话至少有四五百户 包括那个铁皮屋 政府已经要征收 我们就有组织一个自救会 但后来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毕竟政府都已经这样做了 四五百户成立的自救会 现在只单单盛常的工作 不投降是因为怕对照片中的爸爸 没有办法交代 更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政府征收这一块地真的合理吗 从团结到国务军奋战 只是要把家留住 这么合情合理的事情 却要一再的抗争 黄世雄说 除了家 红土上原本盖的是仓库 仓库都出去就能不能做 没家没工作 他的心情就像是这个牌子一样 好久哦 如果说真的保不住 就是说政府 你没有去照顾百姓 政府照顾百姓 什么时候成为奢侈品 但黄世雄说 他跟太太在孤单 还是要继续守护家园 因为这里是非卖品 指正经理的文章肯安 唐美报道 好 保持人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何一仔被强征民地的 这一个受害的地主跟案例 那实际上这些年来 你们关心这整个政策的发展 你会发现 从中央到地方 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对于这一个 前两年大谱征收出了人命 然后众多正义有印象 可是你们从南到北看透透 从中央到地方 大谱案例到处都看得到 航空城才是一个超级大谱案 真的 就是大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觉得刚刚正春旗 大概讲得非常好 这真的是制度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制度 我们关心航空城案到现在 发现航空城案 什么都有 什么样千奇百怪的状况都有 所以台湾的那种炒地皮模式 官方贪官跟财团 到底怎么结盟 从航空城里面 可以看得蛮清楚的 那我们今天就做了这个分析 其实这些炒地皮 就三种模式 第一种叫做 我们叫它 李朝之模式 如果官方朋友有印象 李朝之就是炒 航空城区内的地 皮塘的地 然后才会被革职 皮塘这种地有什么好炒的 第一种模式就是这样 他们有一些内线消息 知道哪边会有大型的都市计划 征收案发生 在大家都不知道之前 就去买一些不毛之地 皮塘啊 边边角角那种 没有人要的农地 污染的农地 开始收 自己变成大地主 到时候换保地 这就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 就是所谓的夜市文模式 这一定是要有工程 比如说像和宜斋 这种东西就是现在爆出来了嘛 远雄为什么要行贿 就是要标到这样的工程里面有好处 航空城里面还有一大堆 像车站专区 要盖捷运站 到处都是游水 他们就是一定要跟官员串通好 才有办法 能够拿到标到这样子的标案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获利模式 我们叫夜市文模式 最后一种航空城案也看得到 就是所谓的产业专区 或这种自由贸易港区 这种就是远雄模式嘛 我就是透过跟你政商关系好 拜托你让我在那里 未来我的产业就有很多优惠 租税优惠 没有法律可管 就是免税无法五天 所以我们特别 把航空城做了这个图 这叫做财团贪官眼中的航空城 上面这个图 说要做第三跑道 只是一个草地皮的借口 这个绿色区块就是航空城的第三跑道 那为什么要多一个跑道 就是说我们要扩大这个航运 那要多做一个跑道 所以真正本来要做的公共工程 只有绿色这一块区域 对 连这一块我们都怀疑第三跑道 根本不用做 但是总之只有这个有讲出来 画了这么大一块 刚刚讲的嘛 这种包工程卡油水的夜市文模式 就在这一区嘛 好 那各位观众朋友 我给大家看 这张地图有学问 就中间是本来的桃园机场 白色这一块是桃园机场 那现在航空城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增加营运 货运什么的 然后自由贸易 所以我们会增加很多这一个运输的需求 所以我们需要多一条跑道 好 那就画出了绿色这一块 可是整个航空城 从一千多公顷画到四千多公顷 下面这一大堆 都是鸡尾的 鸡尾是要做什么 是要炒作 然后有的人要捞油水 然后比方说远雄的自贸港 就在这里 那本来远雄的自贸港 只要这一个三十多公顷 后来又画了一百多公顷给它 好 然后远雄就可以拿到很多很便宜的地 然后这里又变成远雄的王国免税的天堂 那其他这里又是各自的地盘 那重点来了 如果你真的只是要扩大跑道 你了不起征收绿色这一块而已 请问你下面多的这一大块 到底是为什么而用 真的就是官商勾结草地皮 这个真的是很心痛 所以我们也特别让大家看看 人民眼中是怎么看他们的航空城 我们接触很多居民 他们就跟我们讲 这边第三跑道的预定地 有三口非常漂亮的皮糖 我们的桃园县是所谓的千皮之香 皮糖湿地有国家重大湿地的这样子的 被核定过了 它也有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就是这些皮糖的这样子的状况 但是第三跑道要建 皮糖就全部盖起来 盖掉了直接用土填满 他们现在打算就这样 所以这边对居民而言 真的是一个皮糖被残害皮糖区 再来 这个是产业 产业特区 现在至今去炒得很热 给谁来 大家都在怀疑给中国来 我们最后特别讲这个官员说谎区 这次航空的这个案子推动的时候 争议很大 非常多居民反抗 官员就跑出来讲说 放心全部都会先见后拆 我一定把你家未来配地的位置选好 把你房子盖好 我才会拆你家 现在已经被证明了 他们自己都只好在会议里面 跟我们承认 这几个地方 是所谓安置接过或合一住宅的位置 如果你家中道的 刚好是这几个紫色区块 不可能先见后拆 他们已经说做不到了 所以当初的同意书都是用骗的 就跟你说 我一定会先见后拆 拜托你同意这个案子 你签完了 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个区 绝对做不到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恶 居住正义都不知道在哪里 你们觉得这整个 这一个过大的征收 其中还有一个面容的一个危险 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农地 都藉由不同的理由跟借口 到最后被征收了 真的 那使得台湾 这一个自有的农业 或者是农产品 或者是 甚至是我们的粮食自主率 都有问题 都会受到冲击跟影响 对 那航空人正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地方政府真的特别喜欢抢农地 那之前也讲过 农地便宜 而且农地现在免税 他如果把农地变建地 他的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那是很大的税收 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灭农 那像航空人正是一个最夸张的计划 这整区里面农地有2500多公顷 最后还他多少 6公顷 这真的是 不是灭农计划是什么 我真的是不懂 而且我们在我们前阵子农委会 自己都跑出来讲说我们国家粮食自主率 已经有问题了 对 我们的平地农地其实要零流失 才能够确保我们的粮食 至少维持在 粮食的供给维持在一个可 安全的范围 因为说2000多公顷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农委会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这样子 好 那如雨 你们也是这一个航空城 其中这整个这么规模大的 这一个征收当中 还有巴索学校 这些学校基本上也要被灭校吗 对 没错 在去年我们发现整个桃园县政府 他们是为了航空城整个动起来 连无辜的学生都可能受害 所以当时我们发现 桃园县政府竟然恶劣到 他们要逼迫这些居民能够牵走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想出了先把学校给撤掉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现在如果不招生 小孩没有办法在地的学校念书 小孩可能要跨区或者乐区就读 那小孩如果跑到别的区域读书 家长搞不好就觉得乖乖办家算了 没错 我觉得这种手段是非常恶劣的 那也经过我们不断的去抗议 要维护学生受教权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风灾水灾 学校都是最后才撤签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不了解桃园县政府 为什么用这么恶劣的手法 那我们觉得它背后的动机 和目的是可异的 这也就是桃园县的教育局 我们认为上一次桃园县政府 那五个官员要下台 我觉得这个教育局长也该要下台 为什么 他前面刚刚配合了要求 要先撤学校之外 这个面校破签 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还配合洗脑 也就是说他们发了一份公文 他发了一份公文 要求各校要把航空城计划 融入学校的课程 那这个部分呢 引起学校老师们的反弹 航空城计划根本还没定案 也还没开始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 难道是要老师们教学生如何收惠吗 还是要怎么炒地皮吗 那我们觉得这个 都是非常恶劣的手法 桃园县教育局局长你的专业到底到哪里去了 那整个学校后来怎么做 这八所国中小后来怎么办 不是只有这八所国中小 八所国中小可能面临拆迁 后来他们发了一份工 一个给家长的信 这一份信是学校单位发给家长的信 桃园县教育局 然后没有盖任何的官房 然后呢 安请学校呢 代为发给各个家长 跟他们说 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要拆迁 但是是在报纸出这么大之后 才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而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们看不到任何后面的安置和规划 所以我们原则上很多家长还是有担忧 未来这些学校到底在哪里 教育局还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 那作为一个小学老师 你怎么看航空城 从头到尾发展的老半天 你们觉得从头到尾 这个中央跟地方 是一起联手来草地来抢钱 没错 我们在桃园县这一次的预算里头看到 他们这一次的相关的这个预算里头 有关于这个税收的部分 我们看到他土地税的部分 那地方税务他们就已经233亿 然后地价税呢 他29亿 如果他不上缴中央 那就将近有60亿 那土地增值税这部分有113亿 113亿就占了233的一半以上了 那我们认为这整个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有计划性的在炒房 这不是在炒房是炒什么呢 好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向前看年代 我们今天向前看台湾社会 从中央到地方各项政策到最后 往往都会发展成弊案 整个台湾政府几乎掩然成为贪污共和国了 然后呢你会发现大关大摊小关小摊 真正会摊的直接用政策来贪污 或者是土地特定人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则报导 地保一户市价3.5亿元 但房屋平定限值每户只有七八百万 根本不痛不痒 现却在爆出天龙国人作用物是三户房 一户房屋税净值需缴交938块 讲起房屋税民众都很有feel 因为根据被市府最新统计 台北市个人拥户数排行榜大公开 拥有五十九户荣登宝座 每年房屋税却只有十八点六万元 一户只需缴三千块 第二名拥有五十七户 一年磕税十三点九万 第三名不得了 作用五十三户 一年却只缴四点九万 换算下来一户不到一千块 房屋税低得离谱 且屋龄越久税越低 户数多税却不见得多 让议员质疑政府打房全打假的 拥有三户跟三十户以上的税率 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不来调整急剧呢 当你拥有十户 十五户二十五户 你所缴的税是不一样的时候 这样子他们才会高到说 想要把房子脱手 让房子的市场可以去活络去交易 财政部也已经完成房屋税修法 最快今年七月上路 因为如何抑制金字塔顶端购物大户 买房囤房 恐怕才是根本知道 记者台北继续报道 好小尖颖我们刚刚算过 这个假设你赠予一个地保的话 这个直接赠予六七亿的话 赠予税可能要六七千万 可是很多大老板买一户地保给小朋友 地保其实住着很多富二代 那直接买地保要交的房产税 只剩下一千多万 这中间的税差 就差了四倍到五倍 台湾社会这些年来 炒房炒地炒得这么严重 跟整个租税制度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我们很清楚 今天就是参加了 他才把你摸地摸到 把你摸这桌 但是 年底就要参加了 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一个方法 来跟你说 来摸到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 後面不是一个夜市门 那是门 夜市门门 或是你利市门 後面是一案 又一案 很快第二案 第三案又来了 好像是定年的 我们吃毒的 或是我们吃毒食品的 米粘的 福袋 那些现在都没问题了 很快 後果的 照顿上可能也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议定 後果的可能 又一个大的案 再来盖过全案 所以我们做八成的人 一定要 六九八金看清楚 年底算去 我们要怎么算 我是建议 如果算给自己 肯定算了 那要负责 可是董好 台灣社会 其实很大的一部分 是政策的贪污 政策的贪污 其实更严重 没错 而且我再讲白一点 政策贪污要靠什么 要靠土地 只有土地是最快的 还有财税制度 对 那最关键就是财税制度 为什么 因为克的税不一样 你炒土地 以前你根本克不到什么税 可是我如果是个上班族 你一旁的税都跑不掉 你现在手上天上杂志 他这个1比99 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你知道这几年 这几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你如果你的学历很好 你在国外拿一个NBA 你知道台湾你进到一个外商 你能够做到一个中阶 中高阶干部 年薪三百万不错了吧 年薪三百万 这一定你在台北市工作 年薪三百万扣掉所得税 然后健保 如果你某一些收入是奖金 搞不好被科二代健保补充保税的话 你的税后所得搞不好只剩下两百万 不会啦大概230 240 大概230万一定有 可是230万听起来也是不错的 可是你知道吗 230万如果你要生一个小孩 如果你本来不是台北市的人 你要搬到台北市 为了教育资源对小孩子比较好的话 230万你买不到房子 你整个租房子 你要存投机款都很难存 是你的投机款 你如果没有准备一千万 你怎么买 难道你要跟你的小孩老婆 就你如果月收 你能收入三百万的人 你难道跟老婆小孩 挤在一个小格子了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会去买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房子 那可是如果你是个资本主义者 你是一个手上已经有现金的人 或者简单讲像廉家 你是富二代 爸爸有钱给你 让你去玩这个金融游戏 去炒土地的话 你知道吗 那个钱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如果手上是一千万两千万 我先不要讲上亿的 一千万两千万 你光是在台北市玩土地 你就不得了了 是可以赚得到钱的 如果你有政策工具的话 那更是难以想象 我举一个我们新竹县的例子 新竹县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 而且它是一个人口禁流路的地方 它在竹北 竹北为什么有这条件 它是竹科的关系 我刚才画的这个图里面 有三条重要道路 第一条中间叫中山高 中山高把竹北这个地方 分成东西区 西区是旧区 东区是新区 在过去要开发 为了要解决竹科的居住问题 所以呢 那个时候在民进党 是在规划了所谓的 限政一期限政二期 配合后来有高铁 这边又做了一个高铁特地区 这个区域一定大涨 是 全部做区段征收 当地农民拿回四成土地 那时候接大欢喜 很少人看 为什么 大家都想把农地换成钱 怎么说 农地政策 为什么可以土地 能够造成那么多问题 大家都赚到钱 大家都赚到 可是问题来了 民进党实在规划到的 国民党职责的时候没赚到 所以要再划新的区域 就那一块是民进党贪到 那我自己新来 我先做我要做新的案 新的案就要再划新的区域出来开发 只能讲这个旧县长做的嘛 新的县长来了 那我要准备有政策 土地重化是看得到的政策喔 继续化 所以他后来在 他会告诉新县县的人说 这个省道以西 这个西区旧市区没有发展 那我们在西区的农地 再做个重化 已经做起来了 然后另外呢 宣政二级的对面都是农地啊 还有一些工厂啊 还有一些旧社区啊 你这边重化了 这边都已经重化了 干脆对面也拿来 这样对你不公平 对不对 我也把你重化 所以这边也变建地了 本来这边的一坪光是地 光是一个商办的一坪 都已经到六七十万 五十几到六七十万都有 这边的农地就变过来了 好现在就有个有趣的现象了 你知道吗 阿冠 这边的房子都还没盖完 这边的房子整个都还没高完 高铁特区号称高铁沿线 最繁荣的地方 房子盖最多的地方 晚上的点灯率还不足喔 空屋一大堆 这两块又出来了 没关系 可以跟天龙果的讲说 你买不起台北 真的啦 来桃园跟新竹啦 乙秉啦 那都是投资客进来 好 投资客进来怎么样 房价开始垫高 可是问题是最后发生一个问题 当初拿到钱的农民 守不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原来在竹科工作的人 当他发现他要回来买这里的房子的时候 越买手越软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贵 可是郑老大 这些年来台湾地方首长 只要会画地图就好了 地图拿来 这里是农地 这里没开发 画起来 你知道所谓的建设案 就是地图拿来看一看 然后开始画 大埔是这样画 新竹是这样画 桃园也是这样画 我们大概都还活在以前 怎么讲 经过时代搞十大建设 很多东西说真的 你个人 或者个别的资本家没有能力 你需要国家来做中级的带动 那是做实质的建设 当时建设 你看很多 那个开发区 现在地皮的涨价 那你至少 那个地皮涨价 你还有一些实质的建设 有一些开发 现在不是 可是我们一直以为说 政府又在搞这个开发案 那个开发案 好像是在做公共建设 真的是为了带动整体 现在揭开来看 不是在炒地皮 就是在搞房地产 而且这边画一个 画一个 弄得跟真的一样 那你说我们的反对党在哪里 我们现在回头一看 这个桃园航空城 我看稍微看一下 数字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看他这个土地 他们自己讲 他们真的这三千多公顷是 所有六十年来 台湾真的土地 一大半都在这里 这么大 两千多户 这些都是家毁 不要讲人亡 都要流离失所 第三个你看那个两万多人 吴志杨自己讲说 台湾地表上 最大的一个永久迁移 你看强占民地 强拆民法 你在一个法治社会 你只要听到强拆 讲不客气这样 那个林克颖 壮死我们一个人 我们都追得这么厉害 他强 公然抢劫 而且我刚刚听到说 把你的地用比较廉价 买回来 还用高价强迫你换回去 那不是个公然炸材吗 我们重点我要讲的是说 大家不太注意 这么一个可恶的东西 为什么大家没有注意呢 你看最近这个制津区 这吵得很凶 有制津区有包在航空城 不是我是觉得 这里头就有免税专区了 可是制津区 因为涉及到统独 你只要涉及到这个意识形态 至少民进党在那边盯 如果不是涉及到意识形态 涉及到实质利益 土地开发 或蓝绿航穴一气大家一起来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醒过来 而且不只这样 你看包括A7什么 现在回头看 他还破坏地表 桃园那个 我从小逐地里说 那个地形 那个客家人很有智慧 开了很多皮塘 可以调节 可以灌溉 包括气候 包括温度 我跟你讲 A7这一个合一宅 那一个土地是山坡地 那一个土地将来万一住一大堆人 然后万一人口密度这么高 然后他房子密度这么高 万一来个台风土石流 那可能是林口大郡的悲剧的重演 而且那上面的人跟规模更大 所以我刚刚讲的航空城 你们把这个皮塘弄完 我听说后面再来是 这么多人 假设弄进去 还供水还要出问题 那现在你这个两万多人 几千户要迁到巴德 巴德这个合一住宅 现在又出问题 所以你看这个 悦士文多可恶 一方面跟你搞这个建设 然后强迫你搬迁 又说搬迁跟你盖房子 假借盖房子开始贪污 这混蛋到透顶的事吧 好我们稍休息一下 往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连带向前看 向前看连带 大家好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华民国 103年6月13号 今天是天龙国关键的一天 这个民进党的民调很明显的 这个第一个阶段跟第二阶段出来 柯P当老大 这个连升我们民调数字是老二 姚文字是老三 民进党现在要拱手 把天龙国的这一个参选位置 让给柯文哲 整个这一个天龙国 显然到最后会是双文对决 不过天龙国这场选战 可是生死战 连升文也并不一定有迎面 这两天 这个沈富雄沈大佬 也是要正式宣布参选了 天龙国的生死战 背后有多少部分人知的故事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 要参选台北市长的沈富雄大佬 你好大家好 好再来是朱高正同学 大家好 好洪志军同学 大家好 好陈东豪同学 大家好 鄭春琦 大家好 好再来是光琴 大家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民进党 参选权A浪给柯文哲柯P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则报道 民调结果是柯医师跟亚委员在做对比联盛文的民调以后双方都赢过联盛文那柯医师赢得比较多那因为中职会的决议是希望还要再就施政方针价值理念跟浮选架构 还要再做协调所以我们会把民调的结果一并送下礼拜三的中职会由中职会来做最后的决定 谢谢民进党跟姚委员的支持让在大联盟这个概念可以去尝试 那我想是这样等这个结果出来到当时的约定是说将结果再送民进党中职会去讨论 因为这不是只有民调的输赢还有牵涉到互选架构价值理念 施政方针还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我想在等这一些后 所以在大联盟的整合是一个蛮艰辛的工作 那只是说我们会继续再努力下去 好洪志昆同学你现在是柯P竞选总部的策略长 柯P这一次出现了 我是看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柯文哲这次出现 然后接下来民进党要开中职会 那就三个部分可能要跟柯文哲来做一个协调 那三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就台北市的参选理念 然后还有那个竞选的架构 跟这个未来的执政的价值三个部分 就是说民进党跟柯文哲 因为是一个政党分章 还是一个在野分章 也是一个理念的结合 所以这个理念的结合必须要跟台北市民讲清楚 所以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民进党跟柯文哲的医师 民进党内都没有杂音吗 先前吕秀莲也很不满 民进党为什么没有自己 这一个推属于自己的参选人候选人 主持人你讲这个很好 我去看阿扁总统的时候 他特别跟我讲 连阿扁都有意见 他说柯文哲出现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重要是要把这个吕秀莲副总统 然后能够让他安抚 然后比较好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全民进党只有吕有意见 其他人都没意见了 我想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合在野整合方案 是整个中职会 不分派系大家一次通过的方案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比较君子丰度的这个竞争的过程 那当然主持人跟阿扁总统都有提醒 说要好好处理吕秀莲这一段 那柯文哲也会好好的去来处理这段 会很谦虚的可能要去跟 包括吕秀莲副总统 包括这个沈大佬 可能要去跟他救教一下这样子 没有沈大佬确定参选 大佬你怎么看 你现在是确定要参选 是这样 这个讲白了 说这个是在野联盟的整合过程 但其实六个月一路走来 说辣的 这个就是在野这一边 就是要拉倒国民党为目的的 一种提前的正式化的气宝 普通气宝是够的 特别投票的最后半月 看行事大家自动 他这个聪明 我觉得他老板柯辟 这一点他算得很精 先来说的好事 你帮我出来给阿兰 我算得比较简单 我认为是这样 这个是这整个过程 好像我们现在在打足球比赛 这个足球也可以 网球也可以 籃球也可以 原先民进党有四个 或者五个 后来退掉了 周波要退掉了 他的毛病在这里 民进党开始的时候 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那这个有实力的大咖 还是中咖 背下来嘛 他就是首都他已经放弃了 所以就四个小咖再搞 那搞了以后 再突出一个叫姚文字 那这个柯辟在这里 就等于种子选手 这种子选手 就是说过去实力不错 他可以免掉第一步嘛 你们出来了一个以后 才会跟我这个种子选手 在比嘛 今天的民调的结果就是 柯比这个民进党出现的人 他又赢了嘛 这个我觉得 我听民进党 其实有一点叫区 当然洪志愤会说 不是你的代理 你把他们叫区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中 民进党是被挟持 被霸凌 是无可奈何的 是因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一开始 你现在还是民进党党员吗 不是我已经 那你为什么会被挟持 被霸凌这么有feu 洪志愤都没feu 你这么有feu 我是站在庶民大众的立场 就他讲的新三民主义 一般老百姓会有这个感觉 那除了民进党里头 很基层的很绿的 他们非赢不可的 就算赢了也不必在我的 那些人会跟我看法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站在整个正当的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 一个泱泱大党 甚至还有可能赢得2016大位的党 竟然采取为了投机 为了赢得选战 竟然不择手段 玩这个戏 玩到这个程度 这当然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还是心里头觉得毛毛 刚才那个沈大佬的那个图 他可能少画了一半 所以说完整的图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整个在野正义 包括这个柯文哲也好 彭光源也好 沈富雄也好 其实大家都见到还在禁足 那现在讲的就是说 好那你整个禁足的过程 其实还有在 整个最后对决的对象是谁 就是连胜文嘛 所以说整个足球赛 那个赛成表不能画一半 沈医师那个赛成表给他画一半 我怕说后半段的这个足球赛没人看 所以说你要看完足球赛就整场看完 看完到最后就是台北市场选举那一天 所以说整个整合的过程是没有中断的 包括说跟冯光源的整合还是要继续 很多人质疑你的参选目的是这个看不爽 柯文哲参选 我昨天有解释过了 现在洪委员对我这样温情喊话 其实是真的里头的含义我也听懂 当然柯文哲出现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但是不是全部的原因 我不用他提醒我 当然是要服务台北市民 这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要把他拿起来 你拿起来就不是孩子 但是我其实以前我是民进党员 所以我对民进党的感情 绝对不在柯文哲之下 当我看到民进党这个样子的话 我出来选的正当性 要远比如果是姚文志我出来选 如果姚文志出来我也选 我认为当然也可以选 不是你要选市长的人 应该是不管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都要选到底才对啊 不太一样喔 因为这个是第三 第三independent 就是独立参选人 独立参选人通常是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状态 那讲到这里我要回答 那个洪志坤的这个图 我当事人在这里 中间只插了一个朱高正 这样而已 要不然问我一下 就抖给我们做这种状态 你再给大家看 有这道抖有通 不是 都是杜亚的啊 都是杜亚的啊 这政党是国民党嘛 这政党是国民党嘛 你这就是跟柯文哲的盘算 在精打细算完全一样 他就是按杜亚 跟着ения 说给她蘸聖文 今天如果有第三者出来 怎么是写这种图呢 你要把 Guinness呂夺 我都找 cages 还找帅给大家看到 那里有一件 是可以这样话吗 是我们三个人 一三个都是非现任 都非在地的执政党嘛 咱们在跟連圣文对干啦 看得起連圣文kop 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吃到連圣文的票吗 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吃到连圣文的票 這個問題是大家一直在問我 這個是兩個問題裡頭有一個 其中的一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實在 我也沒有委託人家先做民調試試看 所以你要問我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到底我吃到誰的票我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民進黨又犯了一個 我補充一下 因為民進黨從年初 就被柯文哲的高民調嚇到了 你曉得民調 今天會越嚇 今天還贏年聖文 你看民調起起落 投票以前十個月就被嚇到 這也很奇怪 有人開高走低 有人開低走高 有人起伏不定 你這麼多 十一月離開投票 你這麼多就被嚇到 我也覺得民進黨有比較麻煩 陳醫師剛才講說 我補充一句話 陳醫師剛才講到說 他沒有做民調 這就是你的問題你知道嗎 我給大佬提醒一下 我不做也是我的問題 我跟你講你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柯文哲醫師 他的民調裡面呈現 民調裡面有固定7到10% 出現柯文哲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才有選項 他才要表態 那7到10%如果沒有柯文哲的話 他就絕對不表態了 所以說這個不是說他去 加持民進黨或加持什麼政黨的問題 這個就是整個台北市的民意 有一股力量是希望改變的 那這股力量希望改變是已經 從去年的10月延續到今天 都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去正視這個現象 好恭喜 其實今天的主角是柯文哲 對 那未來的這個大戰也是兩個主角 就柯文哲已經明確要對上連勝文的 其他人都變成配角了 那第一個我認為是柯文哲贏了 民進黨輸了 因為柯文哲他自己也志傲 這半年來他的民調不管怎麼做 都迎連勝文 但是你別忘囉 民進黨之前兩個黨主席出來 挺的是顧力雄 並不青睞柯文哲 後來這個初選打到二階段 然後楊文哲大雜廣告 然後一副組織戰也在動的情況之下 主席牌又出來了 可見民進黨最後還在挽救 自己的黨的一個自主性跟格調 結果沒想到楊文哲請盡全力 這個配角變主角 那還是輸給柯文哲 所以我定位是民進黨真的輸了 未來會面對一個難題 你們就受柯文哲所擺佈吧 柯文哲要不要入黨呢 他對你們民進黨是有嫌悟的 認為靠到你們民進黨的話 是打不贏這場選戰的 那柯P也不要太樂觀 自詩為中間 可是他的基本盤是 放在歷來民進黨選台北市長的極大化 是45 45%他說他要再爭取7% 可是他這一路走來的所有的路線 都不是在走中間路線 所以他太碰轟自己的 未來的一個勝選的可能性 那我再講第三個 在這個過去的這個所謂的民意調查或是得票率來看的話 國民黨最差的也是五成一啊 就說國民黨在天龍國最差最差的對手出來都有51%對不對 那柯文哲在初選即將判生死之前 他在這個他的臉書發表一篇不一樣所以會改變 他認為他這個人他自己自戳一刀說他這個人呢缺點在哪裡 講直白話 衣著不修顛覆 不善流行 而且待人不樂弱 我要講一句 那是你家的事情 真正我們要數落台北市長的條件的時候 我們不在乎你自己自己照鏡子說自連的這些所謂的缺點 那你在乎什麼 你在乎政策上的缺點 執政上跟專業上的 民進黨左撿右挑希望這個柯文哲能夠加入民進黨他不甩 可是綠營的這個民調 因為我們想說民調裡面是綠營做的嘛 絕對有個機構效益 如果不是有相當為數綠營的支持者挺柯文哲 否則楊文哲不會落敗 那歷來也沒看過 可是綠營支持者也並不等於綠營的參選人 對我要講的就是說 歷來沒有看過民進黨推出一個非民進黨人 而他在初選的過程當中不用提政見 不用面對弊案 不用針對台北市所做的這個所謂的預算啊 其他的這個施政既定的提出他的針扁 或是做任何研究 沒有政策排名書 沒有牛肉 稀哩呼嚕的你們自己家務室搞了一攤 哎呀 我贏啊 我贏姚文哲啊 我先前也打敗了顧力雄 稀哩花的你們民進黨要接受這個人 然後推出他來 而柯文哲還自以為說可以打破台北市的選評 結果但是一場選舉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說你打著你權貴 你就應該是我的手下敗將 台北市長如果選到這個我回歸 昨天來上我們節目的林向凱教授 你總提提看我們生活所居的淡水河吧 對 你總提提我們這個松山雞蛋 大巨蛋 高房價你怎麼處理 天龍國的房價不是天龍人可以住可以買的 最大的一個漏洞是在哪 他連連勝文也不打 連勝文還嫌我們的觀光預算編得比香港少 香港是5億多的所謂的港幣 我們只有5億 包括那個大廳土木的地方 你連這個預算未來要怎麼執行 以前是不是有凱智市長漏花我們的錢 那你連提都不提 沒有看到正面交鋒一直打權貴權貴 我們節目打得比他還多 一句話吧 我要回應一下 好 那個其實光景姐 剛剛有那麼多的陳述跟指教 不過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那個 我自己本身也是民進黨的中央求行委員 你說民進黨輸我這個不服氣 民進黨第一次採取開放政黨的態度 我們中間還辦了三場辯論會 那這三場辯論會讓候選人陳述 那當然講 光景姐講的那幾個部分的政策 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要告訴你 就是說一個候選的參 一個候選人在打選戰的節奏 有他自己的主 有他自己鋪排的那個節奏 就是說 他那個柯文哲他在這個初選的節奏 他想談的是生活的小事情 大的政策的部分 他那這個部分 他當然也有提到一個部分 但是你說不談淡水河就錯了嗎 那如果我放大一點來講 其實整個山海 這也是白必書 還要我們幫你提喔 好啦 其實整個山海河港天空計畫 全部都有 那我的意思說 在初選的節奏 他是想要從市政的這個小革命 來講市民的大幸福這個階段 那第二個部分 連勝尾那個兩個心臟算是什麼政見 就是人會有兩個心臟 中斌你們連政見都沒有好 沒有啦 人家至少還提出一個發展西區的政見 主持人你可以相信說 至少西區的人 一聽到說西區要發展 搞不好很高興了 現在好像變成說 那個柯文哲是執政黨 然後連勝尾是在黨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連勝尾提兩個心臟 那個是很誇張 然後把台北市政府從東區搬到西區 然後就西區就可以翻走 你懂這是什麼策略 那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心臟有心臟的功能 肺臟有肺臟的功能 不能說把心臟搞成肺臟 然後肺臟不好就搞成兩個心臟 所以洪志坤你要選是不是 現在是變你選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是啦 洪委員 就是說我再做一些說明 洪委員你不是在算 你也不是醫生 你不要批評人家這兩個心臟 我告訴你 當一個人的心肺功能 沒有辦法支撐生命 而需要葉克膜的時候 葉克膜就是你的老闆的 創意 我給你講的時候 那就是兩顆心臟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往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你看 向前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下天龍國選戰 到最後變成雙文生死戰 那鄭老大 整個民進黨變成柯文哲的義工 光請說柯屁贏了 民進黨輸了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沒什麼好再多談 那特別是姚文志 從一開始我就恥笑他沒有志氣 結果你看他昨天最後那個文宣 什麼偽敬驚人 其實說嚇一下 不像他還會有這個價值的東西 可是維持太晚了 根本就是表示偽敬很強 就前面一開始開頭都在混 根本沒當一回事情 那反正大家已經看破手腳 再狡辯也沒什麼用 洪志坤不管你身兼兩個角色 幫民進黨的角色有沒有變 沒什麼意思 第二個我承認剛剛洪志坤講的 柯文哲出現當然是 一開始我們都知道 台灣老百姓想變嘛 就是想超越藍綠 所以我某種程度會支持 像沈福雄這樣的人 他一開始提到那個氣寶效應 是我常年對台灣的 我這常年對台灣的選制 非常有意見 我對氣寶效應是最痛恨的 選民如果陷入氣寶效應 是什麼意思 就是兩個都淡 你那個怕那個你不喜歡的 你特別不喜歡的在當選 你勉強選一個 你還可以接受了 就是找不到你最喜歡的 找不到你要的 我們陷入這種氣寶效應 其實是個悲劇的開始 這是個負面這個消極的 沒有辦法脫困 所以我講柯文哲 一開始他當然聲勢很大 這不是憑空的 就剛剛講一部分的 就是這個都 可是我看柯文哲 就讓我前面在批評丁守中 他當時應該繼續攻擊馬英九 對黨內改革進行 就攻什麼他自己的對手 連勝文不對的 但是柯文哲號稱要在野勢力整合 結果發現他沒有花最大力氣 先把其他弱小的債也整合 所有的力氣一開始聲勢起來 就看著民進黨 看大不看小 這個人 他自己看說 那天天六月本來也沒準備 結果開始機會來的時候 大家一開始講他素人是很好的 素人你不可以太笨 可是你要保持理想性 就旁邊開始圍了一群 這一群都是原來都很會前摩的 看大沒看誰 趕快把民進黨搞定 然後才來進行其他的 這種思維我就看出 他已經開始變質了 看大沒看小沒 你既然在野的整合 應該把各種弱小的力量 先整合起來 你知道因為大家都想變 真正這次新生的力量 是在超越藍綠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這種 超越藍綠的力量 也不用抱怨國民黨 也不會抱怨民進黨 民進黨本來是個新興的 是有銳氣的 這幾年日益腐敗 然後默契沉沉 剛剛一看一看 每天都沒希望 大家抓得要跪跪去 那些政治明星都選那個 穩贏的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 叫他到臺北市來開拓 各個開流 你這個已經失去理想性了 才會輪到柯文哲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認為說 那大家也不用抱怨柯文哲 我認為在野的力量 其他的東西自己要整合起來 剛剛陳烏雄有個東西是對的 你講不客氣的一個獨立候選人 如果要被整合 如果超越藍綠 今天如果這些第三個力量 第三個候選人提出進步的政策 連勝文要來就跟連勝文結合 連勝文可以接受 而且監督得了 為什麼一定要賣給民進黨 當年的進步勢力 就是跟民進黨結合 被民進黨出賣 我們當年是去拒絕 當年我們這個攝影路線 我就是這樣 等比外交 等聚結盟 喝一口奶叫一真糧 國民黨給奶就叫國民黨 民進黨給 你們不要怎麼說 一定要相信民進黨 但是現實是這樣子 國民黨長期的執政 包括這麼多年的執政 台灣的老百姓 台北老百姓都受不了想變 想變的時候 所以都會被瑕疵 因為就算科育幣不夠好 大家實在是受不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說 第一個 大家今年一定要超越 氣保較硬 不要被藍綠瑕持 第二個 提出自己獨立的主張 好好 只要任何人不滿意 我還是恢復恢復 至少我當年的主張 寧可投會票 都不要被綁架 好 但是在這時候 他們這些政治人物 要來跟我們談判 看誰吞得下去 看誰真正進步 不要以為大家受不了國民黨 這一定要選柯文哲 你今天已經出現這種態勢 在瑕疵老百姓 這個是非常可惡的 這一點理想性都沒有 好 朱老大有意見 我覺得這個春齊兄 講得太理想了 這完全跟台灣的現實 不符合 我在這只是要跟大家講出一個 最具體的現實 看民進黨 今天是墮落到什麼程度 大家想想看 台北市還沒升格為燕瑕疵以前 高一副就打敗國民黨的候選人 無道理 不懂 就是東華的情心 我在這要繼續問 為什麼高雄市會升格為遠霞市 因為我有東華提議 是不是 索隱形 所以說大家記住 世界有一個規律 就是大城市 基本上都是被反對黨拿去 黨驚以前是這樣 芭蕾也是這樣 所以說民進黨怎麼反而在首善之軀 沒辦法拿到 表示說民進黨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反對黨 走入台獨的屎胡同 到現在民進黨都會靠中南部的 中南部帶動台灣進步的 主要就是台北市 這就是民進黨今天對不起台灣的所在 因為民進黨中了李登輝的思維方式的導臺青 說台灣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火路人 我只要把我拿出來整個台灣的未來 只要能夠滿足一百分之七十三的七星 我應該都過半數 所以說這一種拿來台北市不通 民進黨就是拿去花蓮 台東十多美通 因為在那裡 火路人就這麼沒三星 你如果拿去金門 雖然都是火路人 但是人人在那裡看 跟台灣就都不一樣 這就是民進黨不進步的原因 所以說大家想想看 本來台北市本來就選民進黨做的 國務局一直都不動 支持人們都會狂 為什麼這次你有過的都不會狂 他就跟你知道一知道 阿扁會狂是靠國民黨訓練 如果訓練他才有機會 但是民進黨從來沒有好好的去想說 我在整個政黨的定位 對整個兩岸關係的大格局 應該是怎麼樣 不是啊 倒露 台灣齁 台灣的政治 我在這告訴你 你不是絕望啊 不 我告訴你 衰事嘛 什麼叫衰事 我才不懂 我再講一次 衰事的定義就是這樣 大到不行也 沒是沒非 無可無不可 真的出了什麼事 偷一陣子再說 偷到大家懶得在追究 問題就算解決了 這就是台灣的衰事 大家仔細看看 這二十多年來 台灣是不是都這樣 我跟你說 台灣就這樣拖下去 所以說在這裡 我們應該是想方設法說 台灣才會怕這種情形 從根來改變才有用 我用一個醫學的概念來講 這個一般的學生 醫學系念完之後 要當實習醫生 柯P現在是一個實習醫生 可是他如果去當主治大夫 要醫重症 你敢不敢讓實習醫生來醫重症 那他現在是一個實習醫生 他將來可能在很多專業領域上 也許還有進步的空間 可是一般人你如果進去開刀 你敢不敢讓實習醫生開 你看門診 你要不要掛實習醫生門診 為什麼實習醫生都跟在旁邊 跟在主治旁邊 跟在主治後面屁股走 柯P現在在政治上 真的是個超級實習醫生 那你怎麼辦 你就只有一個實習醫生 跟一個北韓三代 那個主持人 我想是這樣子 政治不是說念政治系的人 才能參與政治 我自己是念政治系出身的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 政治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 懂得管理懂得分配 我覺得 那這個整個社會律念的過程 整個社會也不會說 只允許職業政客 或者是只允許那個政治系的人 才能參政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我要講 第二點那個 朱高正 朱教授剛才所講的那個 他把台灣想的那麼沉淪 其實我覺得 可是洪志圖 你沒有辦法回應我一件事 還是必須要 你沒有辦法回應我一件事 柯P從頭到尾 對很多市政都沒有回應 那台北市長的位置 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專業的位置 我剛剛講 比方說高房價他怎麼回應 比方說淡水河他怎麼回應 比方說松山機場要不要簽 都可以討論 可是他從頭到尾不回應 他沒有不回應 就是說住宅政策的部分 他有講公共住宅的部分 然後淡水河的部分 他其實那個水上機場是不可能的 因為日據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水上機場是在淡水 不是在那個社子島 那所以說其實這相關的 其實他怎麼回答 其實他表示他對這個東西是瞭解的 那其實相當程度他也不是惡補 他就實際下去看 那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 陸陸續續大賽端出來 為什麼呢 我們主要的對手是連勝文 那簡單講 你一檔選戰要打 不是說我全部把我的整個白毛衣服 全部丟出來 然後等著連勝文來打 我整個選戰要看對手 是相對的 所以林向愷老師他會登一個廣告 叫動輒吹崩 他覺得一個好醫師 他可能是一個好醫師 但是他真的會是一個好市長嗎 再來一個貴公子 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貴公子 他的朋友都覺得他很好 覺得他平易近了 沒有這個權貴價值 可是他真的可以做一個好的市長嗎 但是我還是一直這樣子 林向愷老師也是我尊敬的人 所以說他登廣告這個東西 我不評論 我只評論一個東西 就是說難道台北市政 然後在淡水河的部分 不照某某人所講的 核主案的概念去想的話 然後這樣就是錯誤的嗎 那他要講清楚他的想法 我講一下 現在柯文哲沒有東西 兩串膠 現在變成其他人幫他代唱 他對嘴而已 其實柯文哲這次出現 吐血的民進黨 好大一康啊 以前跟著林非凡 陳偉廷的屁股後面走 我說你屁股黨嘛 後來跟著林義雄的 前主席的 為什麼叫前主席 他不要你民進黨 他退出民進黨 你們跟著他又走了一段路嘛 現在要跟著 不願意加入你們民進黨 不願意承認你們是他母親的 這個柯文哲 又要跟著他屁股黨 屁股後面走 然後還要幫他在那邊燒火 還要幫他代唱 他只要對嘴 那我覺得你們民進黨成了什麼啊 要是這樣子 你退出個呂秀蓮 我們還覺得不管輸啊贏啊 你至少要維持你們是個黨吧 民進黨不應該變成嘴炮黨 你們完全你們的成功失敗 完全建立到 馬一九你做得太爛 馬一九你們必然重生 你們只會罵罵罵 那這幾年來就差一頂路你們的這個正面表列在哪裡 如果今天柯文哲 講來講去都講說我是有生死決策的 我做醫生我在弄葉克膜的時候我怎樣怎樣 那我請柯醫師倒過來想 今天如果我們進手術房呢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很白癡啊 白癡就算了還欠學這麼長時間給你 這麼多幕僚群 洪志坤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啊 他哪一校他不會講啊 策略戰略什麼那個政治的入行 他哪一個不會 那這段期間你也沒有 你每天就像個花蝴蝶像從南到北 人家找你去參加什麼活動你也去 他只有一次同台的時候我考他 宋楚瑜走過台北市400多個里啊 我沒有講出多少個數字我說我考你啦 台北市幾個里他還答出來了 你不是只有說要參加異智遊戲 我知道是440個里假設是這樣 那其他你就等等 你下面完全是沒有東西 今天連勝文我們節目 你就算把我們的題材拿去照本宣課 你也不會 郝龍斌你拿去照本宣課你也不會嗎 你做的這個市政的牛肉 你做的比馮光源還差 彭光源在我們節目坎坎而談 他做了一個看見台北 你連文宣都做的比得還差 稀哩忽哩民進黨就要推出他來 我說實在的 民進黨光是看台北市之外 你們清北市推出什麼人啊 你們推出一個老歐啊 老歐啊是以前我們講老榮民啊 你們又把那個已經沉香谷底的 沒有民意支持度的 你又拉進來 然後鄭文燦建立在那個所謂的 已經偷襲到一半了怎麼辦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這邊現場 亮情態 亮情態年代 好我們今天是小情態 天龍口的選戰 現在看起來是要雙門對決 這個都好 剛剛光請講柯P贏了 但是民進黨輸了 因為柯P贏贏民進黨輸了怎麼講 你就是說最大的在於黨沒有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那當然他們透過黨內初選 先找出姚恩志 姚恩志在跟柯P對比一次 對不起 沈大佬在這邊 他至少應該是第三組獨立的候選人 對 但是講那麼多 你說什麼理想啊政策 連勝文也沒有政策啊 連勝文從參選宣佈參選到現在 一月宣佈到現在 也四個多月了 所以政策這件事情在選舉裡面有那麼重要嗎 其實我是很懷疑的 舉個例子 2001年當年的蘇貞昌所向無敵 那時候國內三個在野黨 主要在野黨 新黨 清明黨已經成立了 然後還有國民黨 都沒有提候選人 因為自己做民調都覺得不會贏 沒有人要選人 拱了一個我們王建軒 最小的在野黨是新黨 王建軒倉儲儲上陣 差五萬多票就贏了 他只是跟你講一件事情 所以在野整合的時候在算的 其實就是個陽謀嘛 就把所有的力量 反蘇貞昌的力量整合起來 我可能可以贏 可是其實當時贏王建軒也沒想到自己會輸那麼少 那你在看台北市這場的時候其實也一樣 比如說好命的台北市政做得很好嘛 也沒有啊 可是他連任的時候專要贏你一大堆 大家講那麼多其實選舉的時候到投票那一刻的時候 他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要選票 他就是看誰能夠吸引到最大的選票 柯P為什麼 柯P沒有任何政策他照樣吸引這麼多東西 那就像我們自己在做民調的時候 柯P沒有任何政策 他在文山大安居然贏連勝文 所以選舉其實本來就很吊詭的 柯P這個現象你在看的時候 他其實是對既有政治人物 一個反撲 其實是一個反撲 那這裡就很吊詭 沒有經驗的一個醫生 跑出來成為最大在野黨 拱出來的一個台北市長候選人 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冒險的 就像連勝文 連勝文在一個政治世家裡面 培養了那麼久 也浮選經驗也很多 也當過中常委 結果你在看他拿出市政白皮書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慘不忍睹 最典型的當然就是在日本東京講的 新生北的地下化的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說台灣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你要選傳統的政治人物 政治世家素人 你都很兩難 那這個情況來講 對於民進黨或對國民黨 他會在乎嗎 其實在現有的選制之下 他不會有太多改變 好大佬有意見 你說素人政治是有學問的 是這樣我先回應一下 剛剛順吉雄講的 他現在漸漸的 放棄他一向的主張 因為他說他最討厭的就是棄保 然後他一向他是那個 廢票聯盟的左手 對 他到選舉不然都說放大放大 因為他如果不滿的話 他就覺得他沒有廢票 那我現在就是要 我現在還在努力 我還在努力 那現在因為大家都說素人政策 你看我有一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四個字 就是素單純的素 就是沒有炒車 沒有油膩 不髒 然後素人 除了你插政的人以外都素人 所以你說連勝文是素人 那柯文哲是素人 還有他的新三民主義的鄉民 宿民公民 大家也素人 所以這個素人也不用多解釋 人家這個素政治 是我發明的 素政治就是說 沒有髒 沒有油車 沒有不能見人的政治 這是壽政策 但是這個很少人這樣講 現在大家都在講最後一個 素人政治 因為現在大家支持科幣的原因 就是一到這個 就是說我們大家看得很少 你這都沒有經驗沒關係 但是也許你清潔 也許你叫我們耳目一新 所以素人政治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最後就是這個 素人政治 不等於品質保證 因為大家希望的是一道素材 水噹噹好家又好看的素材 你要叫一個 不能進度榜的人去煮這盤 你也起碼要叫一個像阿基斯 甚至比阿基斯更厲害 因為阿基斯都煮車的 阿基斯要叫他臨時煮一個菜 不見得跟煮車的朋友 所以素人政治 我認為大部分的忌諱 不會是品質保證 好了我問你 你覺得你很有勝選 勝算的原因是 你政策跟這雙文不大一樣嗎 是這樣 因為很少人像我昨天見平面媒體 我跟他們查序 那今天是宣布 我第一天跟剛剛洪志坤講的不一樣 他的政策正確是要留在後面 運輸他彈 製造高潮 怕人爬去 我沒有去分數 我沒有人 也沒有錢 也沒有租金 也沒有洪志坤 那我怎麼辦 所以我第一天 就把所有的政策丟出去 講三個你最自豪 贏他們兩個的政策在哪裡嗎 第一個 第一點 張勝和部長都講住宅的稅 是地方權限 但是不然我們講 我打起來 所以台北市 你要刻地方住宅稅 台北市一萬戶 已經被列管的豪宅 打開總價值十價是一兆 那一兆就課最低稅率 我們現在中央的稅率是1.2 就1.2% 120元 好 這120元可以分給台灣 台北 台北 所有的無可觀人做主的 一個人 一過你 你如果是世間的Studio 10萬 3千 你如果是做兩個房間的 要一家大 5千 英文法 法家 絕對都英文有錢 除非 你一百萬元差不多 可以分兩三百萬人 分差不多18萬 OK 好 差不多18萬 這是第二 第二的 我不是這個 不錯啊 我聽起來不錯 我大概也是剛聽他的概念 然後大概換算一下 然後換算一下 這整個政策就是說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錢呢是豪宅主人出的 然後補貼呢 是補貼給五顆蝸牛 然後換算起來的總金額呢 有可能以個人人頭的戶數來算 有可能是兩三百萬 超過一百億 好 第二點 大家以為這樣聽好像我是左派的 其實我一向不是純粹的左派 我常常用務實的右派手段 來達到理想的左派目的 好 所以這本菜現在最流行 好 它是左派 十五年才下這本菜 我也十幾年才想我這個 我一直再修改修改 我第二的政策就是這樣 這個就不左勞 我欠當內套 所以將來欠當內套 你聽不懂 被塑緊褲帶 就是說將來市政府的預算 除了利息 利息我沒辦法改 還有薪資我沒辦法改 其他的一千億啊 我要 Crossboard 就是說沒有 我們就一個國庫 總共切掉五% 你要三減預算五% 5% 這樣一年就差不多剩五十億了嗎 四十九億 一千五%就五十億 我算過了四十九億 如果局所長不答應 像現在郝龍斌要 輕一兩年喔 局所長不答應 不答應我就換 不答應 這個局長我就換了 四十九億我要做什麼 我所有節省的錢都不是放到 市庫啊 或放到我口袋裡 不會 我就給生小孩的 因為我要投資下 補助生小孩 生育 我要投資下一代 有配套喔 好 你如果生一個小孩 生一個小孩 一月你七千 一個月七千 一個月七千 好 好 你看你有說服我去生嗎 我說 我要說 你可以說服我去生嗎 你看這樣 你在說服我啊 我一直發發發 發到一半三個月 一個小孩出生可以領到三個月 只想說每個月 發到半三個月 差不多五十億 沒有去開到政府半三個月 對不對 一年五十億嘛 對不對 對 一年五十億出於十二個月 一國月差不多五十億 差不多五萬人 這樣看可以一年多生五萬的孩子出來 五萬的 一年多那麼多 萬貴而已 萬貴也造福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內政部的資料 每年出生的小孩大概不到20萬人 大概比較低的時候可能是19萬人 所以如果多生一萬多人 至少小孩多一成了 然後保藥島的時間點可以往後延一點 好這第二個中山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比較複雜 我希望只要我們的消費稅 蓋一個2% 消費稅是營業稅 營業稅現在5% 你能夠全部蓋2% 如果你覺得這不好 你也可以只蓋中研院建議 他說消費品裡面有普通品 還有格局品 消費品不要去摸他 如果格局品像Piano 這就該做10% 這可以 但是你如果和這個阿婆 我做市場 我叫議會通過 說我建議 稅緣 稅緣在台北市的 蓋就好 把你的地方蓋 什麼是稅緣在台北市的 怎麼定義 它是救援抽稅 所以這台Piano 如果是在台北做的 他在台北去 去寫水 但是這個Piano 不一定不會在台北 也不會在均東 所以如果你沒有走 我市長帶頭 市議會通過 就請你課台北 但是課台北 這些錢我台北不能全拿 我只拿三分之一 來發消費券 其他三分之二 給國庫 給財政部 看你要怎麼處理 我沒有意見 這是我常常 這可以給多少 每一個 每兩個月 發2500 我們這邊是 發一遍三千萬 我是一年發六遍 一遍2500 好 朱老大有意見 不是啦 我是這樣講 他的這個 基本上 我是支持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樣用到自己 大家比我 新北街的 都拋在台北 都拋在台北 這就是一個問題 小小小小小 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 我要跟你講 你跟我說 青衣當黑 都是短線操作 我說在德國早就這樣 你生第一個小孩 他是每個月給你補貼 對啊 我那時候是 50馬克到18歲為止 第二個 就不一樣囉 就100啦 第三個 最高 240 第四個以後 通通220 所以說你生五個 那爸爸媽媽 我等於就免掉 多少的負擔 然後很重要 第五個以後 全部都是法定的 聯邦總統的乾兒子乾女兒 然後我再次要告慮出你 人家為什麼這不做 很簡單 他認為 替國家培養未來的納稅人 對 對 讓人口捷擴不能變成到金字塔 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而且栽培小孩 不能讓家長全部承擔那個風險 對 國家有責任來弄 這個不叫左派 這個叫做社會保障政策 對 一句話 一句話 老主說那些德國勢 我贊成 保證到多久 我都沒有意見 拜託老主去替我找錢 我就可以找這樣 你還要叫我找錢 我就要去衝進去 你還要告訴我 先把錢都在這裡 沒有啦 這是私情細則的部分 好那 洪志坤同學 台灣社會各界跟光晴會質疑 或者包含我會質疑的就是 神大老我隨便亂問 問出三個政策 這三個政策看起來都可行 而且當他講的時候 我會去換算 他是隨便唬爛 還是這個政策 真的有可能可行的 那你從阿拉伯數字去匯推 感覺上是可行 而且大概可以執行到位的程度 可能到哪裡 那我的質疑 我的疑惑是民進黨過去多年 包含民進黨內 各式各樣的政策 我作為一個受眾 或者我作為一個第三者 我從來沒有感受到 就是說從中央到地方 第二個 包含科批 這一次 這個從去年 認真跑選舉 跑到現在跑一年了 我作為一個受眾 我也講不出 聽不了任何一個科批 讓我有印象的政策 那你怎麼回應 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談台北市政府的部分 那科批在初選這個階段 那現在這個階段 他要講的是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的角度 先把政治的態度先搞定 讓大家能夠接受 那個新的政治的態度 再來談 再來談 沒有啦 科批被批評了快一點 上辯論長也是這兩個月的事情 自虧講政治態度 這四個字太高段了 政治態度 那科批政治態度是什麼 初選在即 已經在進行到 他還在挺扁 扁能挺嗎 他幫他是醫療小組成員 他不能去看阿扁 他醫療小組成員 他是民間的 民間的醫療小組成員 你們對阿扁貪污什麼看法嗎 這就是你們政治態度嗎 他單任台水扁醫療小組成員 每次三不五十 跟基本教育派 跟那個台灣社團 每天三不五十 就講一下阿扁要死啊 然後來要出來挺扁 你不會有時間 你去搞一點正事嗎 好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現在向前看年代 我們今天向前看 這個今年年底要選舉 為了選舉很多政策都出來了 這個老大 這兩天又有新政策 行政院通過了一個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現在行政院的說法是說 中小企業都不加薪 那沒辦法啦 如果以後你幫員工加薪 我就讓你減 這一個一部分的營鎖稅 就等於說假設我 員工加薪一百萬 那一百萬可以當 這一個營鎖稅的扣體稅額 那這樣子中小企業 跟台灣這一些雇主老闆 就乖乖加薪啦 我跟你說我看這個很沒趣 我也看這個很沒趣 因為政府沒辦法向企業家投降 他說拜託 你如果沒有加薪 老百姓叫我們Q彎 你用說的 什麼喝咖啡啦 精神喊話啦 道義喊話啦 沒有效了嘛 所以說不然我們來對我 你如果加了一個薪 我一歲給你減多少 這講白了 就是政府加薪了嘛 這個靠稱是自由經濟的國家 竟然最後加薪要由政府拿錢 那透過企業家 然後加給他們 企業家加加減減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很可笑 我也覺得這很可笑 而且鄭老大你回頭來看喔 實際上這些年來 營鎖稅我們從25%降到這個17% 這些年來你會發現 一大堆稅制都圖立法人 所以有很多人喔 有些有錢人喔 你說趙騰雄這次弄出來 也是三個投資公司 三個投資公司都掛他個人董事長 然後呢 主要的董事都是他的家人 跟家族的成員 可是他用投資公司來控股 來這一個持有 這一個資產的時候 他的稅率負擔會降輕很低 那低到多低 現在中華民國財政部說 你如果年所得超過1000萬的 你的個人所得稅率是45% 所以他幾乎是在鼓勵所有有錢人 要嘛你去當外國人 要嘛你開公司 那如果你開公司喔 你的企業的稅率是17% 所以任何一個年所得超過1000萬的 只要他有可能開公司 他一定寧願用公司來進行 這個申報的稅付嘛 那某種程度 你有很多政策的畸形 連稍微懂一點點數學 跟阿拉伯數字的人 都有概念 可是好像從頭到五 我們的財政部的官員 是毫無概念 剛剛那個神道講說 這個自由經濟的國家 不應該這樣子搞 這個政府的補貼 可是我真要問 台灣如果徹底的 包括民進黨可能提自由導師 要比國民黨更自由 更自由經濟 你國家手上到底有什麼籌碼 可以控制資本 我真的不客氣問 那你如果問我說這個員工加薪 你真的贊造一個右派的話 至少你要創造很多環境 讓這個企業能夠更有競爭力 他不是搞這個東西 那你如果真要幫助勞工 你應該讓這個台灣的工位很強 那個賺錢的老闆 你用工位自己本身跟他爭 我們台灣的長期的勞工政策 是打壓勞工 那你搞的這麼一個不三不四的 你乾脆政府直接 我寧可政府直接發錢給勞工 至少他感激政府 還不是感激資本 就是非常奇怪的一個政策 就表示他完全沒有想法 完全沒有部署 我還是回到剛剛那個 還是稍微講 我不太贊成 我知道朱高正所有的批評 可是我不像他那麼絕望 再怎麼絕望也要努力 要不然你們既往大陸來解放 我是不行的 那我是覺得說 沈大老是個精英 他提出這個想法 刺激我們想法 好 你柯文哲講得很好 你說要大家來參與 我提一個素人政治 素名政治 老百姓要迅速的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 大家提出自己要什麼 然後來跟政治人物 站出來跟他討論 然後形成政策 相互之間來討論 你包括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讓這個 比如說你這些台北市的市民 台北市的公衛 都應該出來講 你到底在台北市的這些產業裡面 有哪些東西是應該加不加 為什麼台北的產業工人 沒有辦法進行集體罷工 今天為什麼 你們哪一個敢支持集體罷工 你知道一個集體罷工之後 你資本家他才會可能妥協吧 可是蠻重要一點 你一罷工他就往外跑 可是過去可以跑 我認為現在全球化的經濟情況之下 你說連越南都會來打台商 台灣的資本家真的有那麼地方可以跑嗎 我們的國家為什麼長期受治癒資本家 不敢跟資本家談判 你剛才說 現在就是怎麼樣 鼓勵到他們在台灣撈 然後把錢往外送 然後天天要拜託他 然後給他逃好處 我們真的有弱到這種地步嗎 與其這樣我跟你說 我寧可離婚一樣 這種資本家我寧可不要 靠自己來 你看像包括這次 可是我跟你講這種資本家 人老的都還覺得回台灣養老 因為台灣健保好 台灣醫生好 在台灣要養老治安好風景好 這個悲哀就是這樣 他繳稅的時候 他不想要留在台灣 可是他養老的時候 他想要回來 每次那個右派的評比都說 台灣的勞工多好用 我們的付出有多少 所以我們的台灣的勞資關係 是徹底的不對等 這個不對等的關係 就是看下一個階段的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任何一個政黨 敢提出一個不一樣的政策 然後不要再受制於他們的要脅 一天他說 你如果對我來要走 你是要走多少 資本家沒有那麼大的籌碼 在全球化的競爭情況之下 台灣是應該把這個東西顛倒過來 所以你問說政府這一套 就表示根本消極 根本不作為 那我是這個 從台北市開始 這兩個這個市長 跟市長代表人 什麼想法還不錯 至少提出個像樣一點的 那大家不夠滿意 我也同意剛剛朱高正批評 重點大家來辯論 柯文哲說真的 把所有的研究都放在整合 這個民進黨 叫做什麼在野整合 我是覺得這個實在 讓我看到 第一階段 這個我是覺得 幫他講話 錯的啦 這個階段是錯的 你應該先整合弱勢 去整合牆子 去整合牆子 光看這一點出發點 我就知道你們這個 早已經變職了 包括旁邊圍的 都是一些救了國民黨 民進黨那些人 我越看頭越痛 好 東浩 其實講那麼多 選舉本來是靠實力 實力他一定是先整合民進黨 可是柯畢的問題就是說 他到底要端什麼牛肉出來 因為其實三組候選人 遙萬事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對台北市有個想像 可是你現在手上拿一個報紙 就是政策 員工加薪 企業減薪 它是其實中華企業 現在有個問題 就政策怎麼提 你知道他加100塊 企業可以抵稅 因為員工企業 本來就是 引所稅裡面的扣數額 它可以100塊變成扣130 可是現在我在想 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有個問題 馬政府只是在六年 我們的舉債已經破兩兆了 我們現在不能用一兆多了 已經是破兩兆 中央政府的舉債 還沒有算地方政府 你希望加薪100 然後你讓中華企業主抵稅 多30塊 然後你的稅又不夠 然後你又再借錢 借錢的時候 你又發現錢又不夠 那你還能 你這個稅 你還降的下去嗎 而且你借了那個錢 還要付利息的 兩兆如果一年2%的話 一年利息要4千億 所以包括整大的 剛才講的政策裡面 我覺得裡面唯一有基礎的 財源比較沒有問題的 是科富人的稅1.2%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其實到後面 就會跟台灣的老年輕的問題一樣 我的市政府預算砍5% 這個可以啊 市長在市長權益 能夠維持多久 我就很擔心 因為只有那個土地的 那個資本利得稅 那個部分它是不變的 其他的在各縣市 在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 就像老年輕 它會遇到困難的 好那朱老大 你看台灣社會現在多悲吧 多悲啊 其實我們這樣講 還是要從總體經濟來看 如果說大家對台灣未來 虧把信心 誰願意再繼續投資進去啊 你政府如果沒有把台灣 怎麼樣營建一個良好的兩岸關係 怎麼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把台灣找到一個好的定位 能夠吸引 聽說外資進來 講句實話 現在外資到台灣 已經越來越少了 然後台資還在被外面吸走了 你怎麼能夠在台灣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怎麼開闊更大的稅源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所以說我常常在講 你如果沒有這個開言 然後拼命去增加什麼 這些福利啊 那都是短期行為 我認為那個都做不了多久 所以說講句實話 這二十多年來 李登輝就是台灣最大的罪魁禍索 也就台灣的經濟從高峰轉進 開始復成長 都是李登輝要負最大的責任 為什麼 講句實話 李登輝黑金政治把台灣搞壞掉 講句實話 你說現在 可是現在二十一世紀 李登輝卸任十多年了 這幾年搞亂要算馬英九的賬吧 我跟妳講 馬英九都當總統六年了 那當然馬英九也要負責啊 陳水扁也要負責啊 因為有些事情都是後來才慢慢發生的 很多人是馬任內的東西 對啊 航空城算誰的 我就跟你講 大巨蛋算誰的 我跟你講啊 美和室算誰的 雙子星算誰的 台灣政府在國際上讓人家瞧不起 就是從六年國見啦 沒辦法堅持下去 再來又是什麼 亞太營運中心 告訴你 你台灣政府在說什麼 人家當作笑話 所以說現在不要講說外商不相信 連台灣台灣自己的同胞 都不相信你政府的所作所為 這樣還有什麼前途嗎 所以如果不相信專業政客的話 我覺得人民自己表達聲音 開放政府的概念還是比較可行的 沒有 那更恐怖 他至少還有政策 你們跟你們這段幕僚 也沒有內討跟政策 好恐怖 他從那個根本都沒有辦法通過 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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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我們要做的